那由于枪一直一直在点进 也一直一直在进步 法律辅助基金会桥头分会 法治教育第一站 来到高雄市桃园区的新中国小 律师从部落最关心的猎枪和土地两大主题切入 从猎枪的历史脉络 原住民族的狩猎文化背景 以及外来政权对土地管理的变革 去探讨现有法律对原住民族的适用性 比如说像猎枪或者是土地这样的一个议题 一方面也是回应实施 二方面也希望学生 当然能够有一个价值判断的一个基准 让他们更了解这样的一个事态的缘由 然后甚至是如果将来有机会 也可以在法律上面多加的增能 让他们也从中了解到说 法律的限制跟他们的文化 如果有差异性的话 也可以作为他们未来 他们就这部分修正的一个重点 法復基金会桥头分会 今年八月才刚成立 那么夏桃园秦茂林三个原乡成为他们主要的服务对象 他们希望藉由法治教育的机会 也宣传法復基金会的服务内容 这些学子他们从小就开始培养有这个法治观念 那也可以让他们理解到一些他们自身的权益 如果他们有就是诉讼上需要协助的部分 可以来透过我们这边来寻求协助 桥头分会接下来会陆续前往三个原项的中小学宣导 并计划明年暑假举办法律下令营 陪伴学生逐渐建立法律的基础尝试 原始新闻巴浪高雄桃园才闻不到